秋二龍海鮮肥又到了盛產海鮮的九月份 相信各位都等不及上來一頓豐盛的海鮮大餐 今次要為各位推介的就是由天福大飯店特別推出 由陳鑊米芝蓮認可的廚師親手炮製的全羽煙 現在就等我們一齊來看一下梁雲開師傅 是怎樣將一條皺身細寶的大龍躉成出一語八识 這個天麻燉龍躉吉湯 天麻有指凍鹹目平肝色空的功效 龍躉吉人家說叫做煙斗吉 大龍躉一節節就像煙斗一樣 龍躉吉有很多吉膠原 我們加上雞肉和瘦肉來燉 燉的煙果中的湯其實有米仔膠 飲完頭淡湯又怎少得開胃菜呢 這道合時節的亭軟菊花魚 就是將龍躉肉炸至外層金黃 吃落香口外脆內嫩 配上甜酸汁隨即胃口大開 接著就是介紹這道冬龍鵝雪 所謂的冬龍分別是冬菜和龍躉肉 再以看起來好像白雪的豆腐基底 整個形態就出來了 再淋上鹹汁吃下淡淡肉 口感非常嫩滑 黑松露杖壁綠炒龍躉球 聽名字才好東西 黑松露被稱為食材中的黑鑽石 味道龍而且獨特 是不少菜式的別價材料 原來用作炒龍躉肉都一樣 吃落味龍肉亂 令人吃過番尋味 這道龍躉斑米石榴球 賣相已經夠長眼 原來入面都不簡單 石榴球內包有馬蹄 紅蘿蔔 西芹 冬菇 以及主角龍躉斑肉粒 這道二頭菜最適合一家人 親節日聚餐享用 數數下不驚不覺 就來到第六食 基礎上再创作的金华玉树麒麟斑球 夹起梅花間粥的斑球 和金华火腿大膽食 善甜爽滑之余 还有陈震咸香 如果你都想亲身一试 升级厨师的手势 和家伙朋友进享丰盛的传语宴 就提提你 记得要早点打电话预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